政府下星期一开始增加来自低风险地区人士的检测次数 并且在今月18日开始 在机场为抵抗人士提供自费血清抗体测试 来自中风险地区,例如美国和日本等地 抵抗人士若果完成了接种疫苗 但未持有认可血清抗体测试结果 可以选择在抵抗之后 在机场临时让本采集中心自费进行血清抗体测试 若果结果是阳性,检疫期可以缩短到7日 另外来自低风险地区,包括澳洲和新西兰 未打疫苗的人要检疫14日 并且在21日之内接受5次检测 打了疫苗的人就只需要检疫7日 但21日之内要做6次检测